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原新一军新三十八师阔边 其六支军六万人编成第一兵团 司令官为郑敦国 1949年8月 陈明仁兵团起义后 国民党政府重建第一兵团 霞十四 七十一 九十七军 司令官为黄杰 黄杰兵团后逃入越南 由法国殖民政府传进台湾 第二兵团司令官为朱玉明 后邱清泉接替司令官 以整编第五军为基础 建立第二兵团 霞五军 十二军 七十军 七十四军 一百军 新编第二十一旅 逐利其兵与共十二万人 在淮海战役中 1949年 在永城陈关庄地区被歼灭 第三兵团司令官为虚镇 1947年底 第三兵团调大别山 围剿刘邓大军 因大兵团不适合山地作战而撤销 第四兵团司令官为乌绍州 下辖整编第十二十八 八十五市 1949年 江西第三编练司令部 改编为第四兵团在广东 作战时也曾称第十三兵团 司令官为审发早 1949年底 在广东被歼灭 五第五兵团司令官为李铁军 下辖整编第三十五 四十一市 共三万人 成立后立即投入中原战场 在河南驻马垫地区 被解放军陈庚兵团殲灭 兵团编制也被国民党政府撤销 第六兵团司令官为孙镇 在东北的监军成立 在1948年 指挥从东北撤退的三十九军 五十四军集园属孙元良兵团的九十九军 司令官为李铁军 环海战役失败后 改为负责 长江防线 解放军突破江鹏南逃 后负责福州地区防御 兵团侠第二十五 七十三 七十四 九十六 一百零六军 五个军十万余人 1949年九月在福建被殲灭 第七兵团司令官为欧授年后为黄百韬 在1948年七月 即在玉东战役中被全监 以整编第二十五师为基础 加上第三快速纵队 第二交警总队 编成黄百韬兵团 玉东战役后 扩编成新第七兵团 辖二十五军 六十三军 六十四军 七十二军 司令官为黄百韬 淮海战役中在碾庄地区被殲灭 第八兵团 司令官为周浮城 驻铁领辖五十三军 一个军与官内的兵团翻号统一 改为第八兵团 在辽宁沈阳地区被殲灭 1948年将第四绥靖区改为第八兵团 司令官为刘汝铭 淮海战役失败后 改为负责长江防险 但解放军一突破江防 则立即南逃 后负责厦门地区防御 1949年10月在厦门被殲灭 后来在云南边境地区 第八 二 六军组建第八兵团 司令官为汤瑶 天南战役中被殲灭 第九兵团 司令官为廖瑶乡 驻沈阳 辖新三军 新六军两个军七万人 辖新一军 新三军 新六军 四十九军 五十二军 七十一军六个军及令四个旅 在1948年在黑山 大虎山地区被殲灭 第十兵团 司令官为梁干采 辖整编二十 五十四师 在1948年负责太原城防的十九军 三十三军 四十三军三个军三万人 编成第十兵团 司令官为王靖国 1949年在山西太原地区被殲灭 第十一兵团 司令官为孙兰峰 辖10五军 独立三一八师 整编骑兵第五 十一 十二旅 共五万人 1948年在河北张家口地区被殲灭 第十二兵团 司令官为皇位 以整编第十八军和吴绍州第四兵团为基础 建立第十二兵团 辖师军 十四军 十八军 八十五军 共十二万人 司令官为皇位 在1948年双堆积地区被殲灭 后重建第十二兵团 司令官为辅列 第十三兵团 司令官为李弥 是以前军整编第八军为基础 建立第十三兵团 辖八军 九军在淮海战役中指挥第八 九 六十四 一一五军 在1949年陈关庄地区被殲灭 第十四兵团 司令官为宋西连市以梁干财第十兵团 为基础建立第十四兵团 辖二十军 二十八军 在1949年四月 中兵继任司令官 在1949年十一月 于俄西川东战役中被殲灭 第十五兵团 司令官为罗广文 在1949年第七边练司令部 改编为第十五兵团 辖四十四 十八 一一一军 1949年十二月 在四川起义 第十六兵团 司令官为孙元良 是以川军整编第四十七军 继第五隋境区为基础 建立第十六兵团 辖四十一军 四十七军 九十九军 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四十一 四十七军 1948年十二月 在永城陈关庄地区被殲灭 第十七兵团 司令官为侯敬如 以继东部队成立第十七兵团 辖六十二军 八十七军 在平津战役中指挥八十七军 三一八师 独立九十五师 1949年度将战役后撤销 再重建第十七兵团 辖一百 一零三军 司令官为刘家树 后广西北歼灭 第十八兵团 司令官为李镇 1949年以越军六十五军 为骨干建立第十八兵团 辖一 三十八 六十五军 1949年十二月起义 第十九兵团 司令官为张陈一贵系部队 组建第十九兵团 辖一二七 一百二十八军 在1949年五月 在武汉起义 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一军 第二十兵团 司令官为陈克飞 在1949年起义 第二十一兵团 司令官为刘安起义 是由青岛部队 是由青岛部队 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 辖三十二 五十军 1949年底在广东被歼灭 第二十二兵团 司令官为李梁荣 是由福建第一边连司令部 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 辖五 二十五军 后撤往金门 在1949年以七十二军为骨盖 建立第二十二兵团 辖七十二军 司令官为孤乳归 1949年起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道路